Hello大家好,我是老狗,咱们今天来讲母大陆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失落的大陆亚特兰蒂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母大陆 这两个大陆都传说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 上面也有先进的文明 但是这两个大陆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亚特兰蒂斯据说是在大西洋之上 而母大陆说是在太平洋上 母大陆这个说法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作家詹姆斯·丘奇沃德的书里面 他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失落的母大陆》 第一本出版于1926年 后来在31年到34年之间出了续集 总共5本 他这个书中说大概在5万年前 太平洋上有一篇大陆叫做母 写作MU 但是不读作母 读作母 母大陆 他说人类最早是诞生于7万年前 而文明 这个母大陆文明是诞生于5万年前 他说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 其实就在母大陆上 或者说就是母大陆本身 神就是在母大陆上创造了人 这个时间在7万年前 QQ古特强调他说的这个内容 并不是小说也不是杜传 是他通过研究发现的 QQ古特出生于1851年 是美国人 他说他在1868年16岁的时候参了军 参加的是英军 就是在19世纪时候 美国英国其实没什么区别了 他就随英军被派遣到了印度 印度当时正在闹饥荒 所以他们时日去救援 印度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 他说他当时的工作 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个寺院中进行的 印度有很多寺院 寺院可能分发粮食 就是做一些救护的工作 而他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僧侣维修寺院 寺院很旧的 给大家提供庇护所的话 也要修整一下 他就跟着寺院中一个非常年迈的僧侣 雕刻寺院的壁画 就是有很多浮雕 他就雕那个东西 现学 反正也不用学了 一个人在墙上画 他就得雕 他也看不懂这雕的是什么东西 他感觉就像一些经文一样的 有些画 不是闹饥荒吗 但是有专门去解决饥荒的问题 他就负责维修寺院 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 他的岁数可能也比较小 当时在墙壁上刻了些什么 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从小就对这些古代的历史文字 很有兴趣 他就问这个老僧 墙上画了些什么东西 老僧一开始就不搭理他 他问其他人 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自古墙上就画了些东西 后来时间长了 他就和老僧相处得比较好 老僧就告诉他 说其实这墙上刻写着 人类最早的文字 叫做纳卡尔文 老僧认识 老僧认识 老僧说 其实知道这个文字的人已经不多了 可能全印度不超过三个人 他就其中一个 属于一种死语 就是已经快要灭绝的语言 印度本身语言就很多 对就很多 尤其寺庙里墙写了什么 也没有人关心可能 这个秋吉我的听说之后 我就特别感兴趣 就问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上面写了什么 这个老僧就说行 我可以教你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秋吉我德就利用他自己的工作机会 就跟老僧学 学了两年 由于这两年中 秋吉我德表现得非常虔诚 而且好学 打动了老僧 有一天 这老僧就把他带进了一个密室 在这个寺院里 据秋吉我德说 这个密室当中 放着大量的 能有一百多块 年图板 又是年图 年图板 这年图板上布满了灰尘 老僧告诉他说 这是地球上最早的人类留下来的 叫纳卡尔贝文 上面写的也就都是他们那个墙上刻的 叫纳卡尔文 他说这年图板也不是原版的 都是一些超本 而这些年图板合起来 是一本书 叫做圣灵之书 后来这个秋吉我德 就开始研究这些年图板了 他发现里边讲述了一段历史故事 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一块大陆 叫做MU 大概在五万年前的时候 上面诞生了人类第一个文明 叫做纳卡尔文明 这个文明在母大陆上经过了上万年的发展 不断扩展到其他大陆上 成为了一个支配了整个地球的文明 这个文明整个其实是一个帝国 就叫姆帝国 姆帝国的中心就在这个母大陆上 这块大陆南北宽约5000公里 东西长8000公里 位于太平洋上 位于太平洋上这句话 不是泥板上写的 泥板上没说它在哪 是这个秋吉沃德 根据泥板上那些信息分析出来的 因为后来说到这个母大陆上人 到了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去干了些什么 他得知道这个母大陆 原来在太平洋上 按照秋吉沃德的分析 这个母大陆的东侧 应该是现在夏威群岛附近 西侧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 就是马里亚纳海沟那个地方 而南侧在复合节岛附近 不是在复合节岛附近 就是它包括了复合节岛 这个大陆的面积 大概是现在太平洋一半那么大 母大陆上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这个母 母帝国 由七个大都市组成 总人口有六千多万 总共有十个民族 有各种肤色的人 白色的 黑色的 甚至有橄榄色的人 就是绿色皮肤的人 而母帝国的国王叫做拉 秋吉沃德说 埃及神画里这个太阳神拉 其实源自于纳卡尔文 意思也是太阳的意思 确实你不觉得拉神的名字 和其他埃及神的名字 有点不一样吗 其他的什么欧西里斯 阿努比斯 伊西斯 赫鲁斯 只有太阳神叫拉 还有个托托 就感觉拉个托托是另一个体系的 但是拉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对对对 后来出来的一些埃及自己自创的神吗 可能是 就说他们都是拉 这个拉是最早的 其实就是母大陆上这个国王 那母大陆上只有一个国王吗 只有一个国王 只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是神的儿子 是不死的 一直都是他 由于他是母大陆 母帝国的国王 所以他全名叫做拉姆 不是单纯的拉 而是叫拉姆 背门上说 七大城市中 有巨石建造的宫殿和神殿 城市中靠近河流的地方 会有巨大的港口 也有船舶来往于世界各地 沿着河流 有居民气候商业区 部分昼夜都熙熙攘扰 五万年前 对 由于气候特别稳定 母大陆上面的食物非常充足 而且是全部来自于自然的食物 就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种粮食 光自然产生就足够吃 随着人口的增长 就不断地有人从母大陆上 来到周围的大陆上进行开拓 这些开拓者被称作叫做玛雅 玛雅是开拓者 殖民者的意思 往东面进发的玛雅 就到了现在的南美洲 往西面进发的玛雅 到了亚洲 印度和欧洲里面 那么玛雅就把母大陆上的先进文明 也带到了各地 发展了起来 从上面的描述大家就看到 母帝国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 也有非常先进的建筑 还有航海技术 而碑雅的最后说 距今一万两千年前 突然有一天 母大陆上发生了地鸣 就发出了一声巨响之后 大地开始颤抖 火山不断喷发 岩香涌向大地 海啸从南边袭来 一夜之间 母大陆便沉入了海底 形成了现在的太平洋 就是这怎么知道的 碑雯是后来就散布到各地的玛雅之作的 用他们原先的纳卡尔文写的 事实上现在环太阳地区不断地地震 你知道吗 就是日本还有南美的地方都地震 就说原先太平洋 只是一个整块的陆地 只是沉下去了 现在还在不断地颤抖 那么虽然母大陆沉默了 但是呢 我说了就玛雅到世界各地去发展起来 而玛雅的世界各地呢 发展出自己的文明 就是后来的古印度 古巴比伦 古波波斯 古埃及和玛雅文明 没有中国啊 对 他这个书中没有提到中国 但是他说啊 中国这片原先叫古蒙古 和现在的蒙古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古印度 也是几万年前的 就是一万两千年前 他们逃出来 后来这些纳卡尔人就灭绝了 形成了现在的文明了 就像松贝尔人和现在人 感觉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吗 不是一个人种 那他有没有说以前的人长多高 没说 碑文上没写 他说这一百多块碑文 也不是完整的 残缺了很多 所以只是根据一些线索 总结出来的 那么根据区区我的的分析了 现在太平洋在小岛 还有复活节岛 就是这个母大陆沉默之后的残暗 而且区区我的认为 就为圣经中所说的一个大洪水的故事 并不是中东那个地方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母大陆这个事情的一个记录 只是玛雅到各地区之后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了 所以各地都有大洪水的记录 玛雅不是开拓者是在母大陆没有沉之前就出发了吗 对 但是他们都看到了母大陆的沉默 怎么看到呢 他们都说你超级先进的文明了 这个大陆消失了 他们当然知道了 他们自己的祖国消失了 当然知道了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全部记住下来 所以世界各地都讲着 大洪水淹没了一个大陆的什么个故事 欧洲也有 南美也有 亚洲也有 那就是一个海啸吗 不知道是什么 母大陆人自己都不知道了 那么区区我的树出来之后就火了 但是很快有人发现 其实区区我的并不是第一个提到母大陆的人 是吗 有史料可查的第一个提到母大陆的人 比区区我的早50年 这个人是个法国人 叫做承尔斯·波尔堡 他是专门研究中美地区民俗历史的一个考古学家 也是一个神父 天主教的神父 这个人比邱吉沃德岁数大很多 是邱吉沃德爷爷辈的人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南美时候读过 他的著作出版物 还有历史文献的复原 都对现在了解古玛雅 还有古阿兹特克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个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 这个人在1862年的时候 邱吉沃德只有十二三岁左右的时候 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国立图书馆中 发现了16世纪 就是在当时来看还早300年的 一个叫做 迭格卡尔德龙的传教士的一份手稿 这个人了解中文安美历史的人一定知道 他就是最早随着西班牙舰队 去往南美洲的传教士 也就是他下令 烧毁了玛雅所有的文学作品 因为他不允许 非基督教的东西在南美洲出现 所以把玛雅的东西全都烧了 以至于现在全世界玛雅的书籍只留下了四个卷轴 还是残缺不全 这也间接造成我们现在无法完全解读玛雅文字 但是在烧毁玛雅的文学作品之前 卡尔德龙是有很深解读过玛雅的文学和文字的 所以很讽刺的是 他是研究玛雅文明的第一人 他研究完了就烧了 所以只有他知道 那么他随着西班牙舰队返回西班牙的途中 就写下著名的尤卡坦记事 就是他那个手稿 在这个手稿中他就有对玛雅文字还有一些短语进行了分类整理 并注释和翻译了一部分 当时法国神父布尔堡 就在马德里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尤卡坦记事 然后利用上面的西班牙语和玛雅语对照的翻译内容 翻译了仅存了四个卷轴中的一个 叫马德里手抄本 是四个卷轴中最长的一本 翻译完了之后他发现上面讲述了一个远古帝国 叫做MU 说这个国家最后被打红是阳王 就说仅存这个手稿就说到了这个事 现在仅存的这四个手稿也都是手抄本 都不是原本 当时法国神父布尔堡就认为 这个故事可能讲的是亚特兰蒂斯 因为这个手抄本上也没说这个姆大陆在哪 他一看是被大洪水淹没了 他觉得一定是亚特兰蒂斯 只是这是玛雅人的版本 所以就没太在意 他就写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解读玛雅文字 不是讲姆大陆的 所以当时没有人太注意到姆大陆这个事 所以实际上第一个发现姆大陆的人 是这个布尔堡 而秋奇沃德和布尔堡之间 两个人应该是没有交集的 一个法国人 一个美国人 他们俩 对 差了很久 所以就算是分别在不同的线索上 发现了姆大陆 那么除了布尔堡之外 还有一个人解读了马德里书超文 这个人就是美国当时的国会议员 一个内秀斯唐纳利 他跟布尔堡岁数差不多 他为什么能呢 他这个人虽然是个政客 但是对考古特别有兴趣 一生都在研究亚特兰蒂斯 他在1882年的时候 出了一本书叫 《亚特兰蒂斯上古世界》 在里边就提到了 说他解读了马德里书超文 翻译了之后 发现有个叫做姆的上古文明 曾经存在过 而这个姆就是亚特兰蒂斯 他跟布尔堡的想法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 1988年附近的时候 出来了好多人都说 发现了亚特兰蒂斯 但他们都统一地提到说 这个亚特兰蒂斯 在玛雅的手抄本里叫做姆 只有邱青沃德在50年后 说亚特兰蒂斯是亚特兰蒂斯 姆是姆 不是一个地方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那两个人 都是翻译了马德里手抄本 内容非常有限 就说有个叫姆的帝国 然后沉没了 而邱青沃德是在印度发现 他有一百多个石板翻译出来的 就发现了很多其他内容 发现这个姆大陆 实际上不在大西洋上 在太平洋上 他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们上次讲 那个奥斯佩语言记得 盘大陆 对对 有个盘大陆 那个盘大陆说是在太平洋上 对 那个盘大陆的说法出现了 也比邱青沃德 这个姆大陆的说法早50年 所以回忆 邱青沃德是结合了 姆的亚特兰蒂斯说法 加上盘大陆的在太平洋上 这个说法 就说这个姆大陆 实际上是在太平洋上 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这个邱青沃德的说法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上古文字 纳卡尔文字 还有那些年读版 在哪的问题 是吧 他说在印度一个寺院里 他这个书中没有提到 这个印度寺院在哪 这高僧寺谁也没说 寺院在哪都没说 问他他也不说 他说不能透露 然后人们就想顺着他曾经 从军的这个线路 去找到这个寺院 结果发现 英国的军方的记录里面 并没有他从军的记录 那他这段经历 是真是假就不知道 但是他说绝对是真的 那就不好说了 就不好说了 什么物证都没有 只有口供 那个最早的姆大陆说 至少还有个马德里手抄本 他这什么都没有 那他会写纳卡尔文吗 他会啊 他在这书里写的都是纳卡尔文 那有没有语言学家研究一下 其他语言学家看不懂 他直接就给你翻译了 就说这就是意思 那么由于没有物证的支持 这个秋吉伯德 姆大陆的假说 出来之后 活了一下子 渐渐了也就没有那么活了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 就是秋吉伯德这个书 出了40年后 1972年时候 瑞士作家 艾西风丹尼肯 写了本书叫做《众神之金》 说他曾经呢 在1969年的时候 到南美厄瓜多尔去 当地人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山洞里面 都是黄金的 还给他展示了一些 里面带出来的东西 丹尼肯自己是想去的 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上 刻了很多文字 还有符号的东西 于是找到当地的一个向导 叫做湖安莫里茨 这个湖安莫里茨告诉他 说他以前进去过这个山洞 里面确实都是黄金 都是黄金制品 这个山洞就是 现在厄瓜多尔 非常著名的 塔约斯洞穴 已经知道这个洞穴是哪 这个湖安莫里茨说 这个洞穴下面非常宽敞 最高的地方 有100多米高 像个大厅一样 其实现在这个塔约斯洞穴 要下去 要先从地下下去 60米进去 里面确实超高的 有将近100米高的 那么一个空间 里面四通八达 像一个网络一样 通往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湖安莫说 现在这个洞下不去了 被水堵住了 里面全是水 所以究竟里面 还有些什么 是不知道的 湖安莫说他也确实 建造了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黄金制品 虽然现在已经都不在 很多都是一些金属板 他不确定就是真金的 这些真属板 一页一页的 像一本书一样的 整个下面全都是 这一页一页的 这种排的金属板 整个下面就像一个 黄金的图书碗一样 由于这些文字 和当地的 安基斯文明的文字 都不一样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所以究竟写着什么 是不知道的 他说洞穴里面 还有壁画 画得像阿努纳契一样 也有像埃及壁画 这些壁画上画的人 都非常高达 奇妙 就这些巨人的画像 壁画现在还在吧 壁画现在都在水的下面 看不到了 那个山洞 洞口咋这样 进去了之后 有很多像这样 像城墙一样的 地理结构 这究竟是人造 来自然形成的 不知道 但怎么看都像是人造 就是能下去了吗 能下去 就是下去 你也快点能看到 什么都没有 再往里走走不了了 都是水 这都是进气派 你说这究竟是城墙 还是自然形成的 现在地理学家就说 这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相信有超古文明的 就说这个是以前 玛雅文明或者什么建造的 地理学家有什么证据吧 地理学家也没有证据 只是他们觉得 这不可能是人为的 那就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去探查的时候照片 还是那个样子 还是那个样子 没有变化的 里边进去了 特别的大 这个山洞下去 里边是这样的 在里边发现了这个东西 阿纳纳奇 对 这个在厄瓜多尔 这是在底下发现了一个金板 说金字塔吗 对啊 所以说底下什么地方的东西都有 这很奇怪 上面还有个太阳 还有个太阳 还有两只猫 听完莫里茨的描述 丹尼肯认为 这个洞穴就是外星巨人挖掘 这文字都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他这个想法跟母大陆一点关系没有 后来怎么联系上来 是因为一个巧合 由于他这个书中提到了胡安莫里茨 于是莫里茨出来说话了 莫里茨其实不是专门的向导 他是一个探险家 也是一个宝藏猎人 常年就在南美这个地方到处游走 遭宝藏 他自己也有书 专门提到这些事情 但是他没有丹尼肯有名 所以他出书没有几个人看到 也没有引起影响 但是丹尼肯出了书之后 他就出了名了 后来为了证实他俩这个说法 是不是真的 于是就有记者 专门到了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去 去找这个洞 结果也发现了这个洞 也发现这个洞进不去 没关系 在当地发现了 常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 意大利神父 叫克里斯皮神父 这个克里斯皮神父说 说这个洞里真的全都是黄金 有克制的金属 这事是真的 当地人都知道 但是现在洞穴应该什么都没有了 里边的东西都被当地人偷光了 像动物一样偷出来了 拿出来卖了 他说现在你看这市面上 卖的全都是这个东西的房品 就专门卖给游客的 真品在哪已经不知道了 他手上就有好多这房品 就这样了 他都没有真的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当地人送给他的 他认为是房品 他认为真品是金的 他这手里都是黄铜的 他就认为是房品 他说据说是跟真的长得一样 只是材质不一样 这都是壁画塌下来的 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黄金版的 像树一样 他手里这块就是黄铜的房品 长52厘米 宽14厘米 厚度4厘米 上面总共有56个文字符 和任何南美的文字都不一样 无法解读 后来由于有这个房品的存在 就说应该有真品 那么这些金属版就被称作叫 安地斯黄金版 那么真正的安地斯黄金版 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 然后没人能解读了 这事又过去了 结果没过多久 丹尼肯这个书传到日本 日本人发现 这个版上写的是我们神代文字 日本的神代文字中 有一种叫做出云文字 就是当初日本的神 降临在日本的时候 他不降临在出云那个地方吗 说当时的神使用了文字 这个文字最早是在 日本出云的山洞中的墙壁上发现的 其实这个事情很奇怪 因为日本一直是 没有文字的一个国家 它只有语言 所以他才使用了我们的汉字 但其实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 日本的山洞上 已经有这种神代文字了 只是日本人自己看不懂 后来发现这种神代文字 在日本到处都是 主要都是在一些 非常古老的寺庙的石头上磕的 还有就是祖上传下来 就是世代传下来的 一些卷轴里边写着 就说以前神留下来的东西 后来日本寺庙就把这些神代文字 都写在护神符里面 你在日本寺庙 求的护神符里面 写的都是神代文字 因为他们认为这有神力 可以保护你 还有就是在幕府时期的时候 曾经把神代文字当作暗号来使用 因为没人能看得懂啊 你想它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 反正就你们俩知道就行 其实日本冲绳以前 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就是女孩子在小的时候 身上有刻字 就是刺青 都刺在手上 刺什么 就是刺神代文字 这个也是说以前神留下来 有神力可以驱邪的 所以女孩子要刺在身上 才能长寿 这个传统大概在一百多年前被废纸了 所以现在只有日本冲绳的 百岁以上的女性老人身上 才有这种刺青 就说 这样的呀 不是这样糊的 它原来是很清晰的 但是岁数当然 这个皮一点点颜色就变糊了 那么日本神代文字 为什么会出现在厄华多尔山洞里呢 这不很奇怪吗 要知道日本和厄华多尔 在太平洋的两端 直线距离一万五千公里 还跨过整个海啊 就感觉这两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交流过 所以怀疑这两个国家以前中间 可能有块大陆 所以母大陆的假设又被人提出来的 就由母大陆就好解释了 因为这两边的人都是从母大陆上来的 所以有类似的文字很正常 后来 是玛雅 对 都是玛雅 后来在冲绳找到了十二块黏图板 上面就刻满了神代文字 日本留学大学的一个教授 牧村郑昭 解读了上面的文字 说上面说了一个故事 据说以前冲绳这个地方不是岛 是一片大陆 上面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叫什么没说 说他是天的儿子 后来有一天天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造成大陆沉没了 变成了现在冲绳的岛 这其实和秋吉沃德的说法有点对上了 就是环太平洋街的岛 实际上都是母大陆的残验 所以目前母大陆的说法 在日本是最流行的 因为日本人觉得我们这神代文字 在那么远的地方也有 说不定我们是母大陆的超级文明的后裔 是吧 他们认为他们国家原来其实是很大很大 对 要不是沉下去了 他应该是世界第一大国可能 后来日本又发现一本古文 叫竹内文书 也是用神代文字书写的 然后也经人翻译之后说了 说确实有母大陆 母大陆沉没了 上面有五色人 五种皮肤颜色的人 其中也提到青色人 和橄榄色的皮肤就对着了 说五色人来到世界各地 形成了各地的文明 但是竹内文书的原本被烧掉了 因为东京大轰炸被烧掉了 就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东京被轰炸了 他这个书出来的时候 被国家没收了 说你造谣 国家说的 你不能造谣给你没收了 没收的时候 他就去要 就是这个书的所有者去要 国家不给 结果东京大轰炸炸完了之后 国家说你这本书 已经在大轰炸的时候烧掉了 你不用来要了 那也有可能留下来了 有可能 他有超本 他自己查的 他家世代就流传这个书 一直到他自己在保存的很好 结果被国家没收了 那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那家世代又是 对 就这个超本 关于竹内文书 里边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以后我们专门做 与民歌大将军 我们也应该准备几个超本 对对对 其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 传说曾经存在的大陆 总共有七块 剩下几块 以后陆续介绍给大家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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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